男性的八大衰退现象看你有几个 现象一 视力减弱 提示 排除眼睛本身的问题 这说明血管方面出现病症 它使血液循环受到影响 引起视神经代谢障碍 造成视力减退 现象二 脱发 提示 进入事业高峰期 精神和心理压力随之增大 引起内分泌和血液循环紊乱 从而引起脱发 头发渐渐稀疏 现象三 听力下降 提示 内耳听神经血液循环不好 就会出现听力下降趋势 另外 城市的噪音大 而青少年又酷爱带着随身听 人在年少时可能对听力的损害程度感觉不明显 但过了三十岁左右就能明显感受到听力下降的危害 现象四 性冲动减少 提示 三十岁男人性能力下降的原因来自心理 生理两方面 心理上的审美疲劳 精神压力过大 生理上的雄激素水平下降 血液循环不长 都会带来勃起障碍 现象五 运动能力弱 提示 运动后心跳过快现象持续时间长 心脏调节能力越来越低 这说明心脏本身的储备能力已下降 这是心脏肌肉老化 弹性减弱造成的 它与血管健康状况不良有关 现象六 气喘吁吁 提示 上楼梯 跑步后气喘吁吁 说明肺功能开始下降 研究表明若不进行科学锻炼 人在二十岁后肺功能就开始减弱 现象七 牙齿变脏 提示 男性三十岁以后牙齿容易变脏 与不注意口腔卫生有关 如果刷牙姿势不正确 刷牙不彻底 人的牙龈就会逐渐萎缩 牙缝变宽 牙结石增多 并沉积在牙缝和牙龈周围 牙菌斑变得活跃 口腔卫生恶劣 因此 应该将早晚刷牙 改为每顿饭后正确姿势刷牙 现象八 疲倦 提示 三十岁男性在工作或生活中 若总是经历不济 无精打采 可能是心理压力大 或内分泌发生改变所造成 这说明雄激素水平已下降